三大中资电讯股日前同步公布1月份最新营运数据 用户数最多的中移动00941 5G正想客加快至1447.1万户 其次是中电讯00728 新用户有826万户 不过增长放缓 客数相对较小的联通00762 想客重拾增长 5G正增556.8万户 在通讯服务的客数 以非电讯商单纯的竞争领域 随着数字化转型 电讯商积极开拓数字经济新南海 包括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国家推进的东数西算工程 正式开启竞争新赛道 较早前 国家发改委 中央网信办 公信部等联合印发文件 同意在京津期 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 成余 内蒙古 贵州 甘肃 宁夏等八地 启动建设国家算力 输楼折点 并规划十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东数西算中的数是指数据 算是指算力 即对数据的处理能力 由于中国大部分数据中心设于东部地区 受制于土地及能源等资源 因此开始在西部发展数据中心产业 情况好象南水北调 西电东送一样 发挥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根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预测 数据中心投资市场于2020年约3000亿元 人民币 下同 未来三年将增加1.4万亿元 中移动的广西数据中心一期工程 上月建成投产 总投资25亿元 为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丝绸之路提供新动能 除了抢摊数据中心 成为新的业绩增长驱动力 中移动本月启动港股回购计划 股价一度冲高至58.65港元 建议不妨代回落至54.5港元水平 分住吸纳